立法院长韩国瑜首次担任国庆庆酬会主委 国庆主题就叫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要有骨气 要有勇气 必须让世界知道 让年轻人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演讲提了超过20次中华民国 韩国瑜特地戴上红蓝配色领带 胸前也有双十徽章呼应国庆主视觉 飘出浓浓中华美学 激情是演讲 更把气氛烘托到最高点 经典四句真言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的根 但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 韩国瑜两度突刺 中华民国的华侨同胞们 有你有我有他 也有我们共同的祖祖辈辈 又是口误又是破音 韩国瑜一再提到两岸和平 除了严肃致辞 韩院长国庆处女秀也有漏网镜头 换到宪兵快返连展演桥段 赖清德豪心提醒韩国瑜主席得要站台前 几分钟后 李宾小姐在上前提醒 韩国瑜才意识到该回座位了 今年找来古宁头战役三位高龄九十多岁参战国军领唱国歌 成为国庆最大亮点 北一女仪队一登场 韩国瑜立刻挂起笑容 还大力鼓掌 但才换到三军仪队登台 反应落差超级大 轮到中职啦啦队上场 韩国瑜满脸微笑不时点头 看得出对表演很满意 中华美学的韩式国庆也令人留下 难忘印象 靳新闻综合报导